花椒鱼如何煮到鱼肉鲜嫩不腥 焦麻味浓 今天买了15斤 给大家演示一下 顺便开个圆餐 来 这个鱼我们给大家演一下 黄辣的小鲜鱼 这都可以用的方法 首先是黄酒下锅 然后这个是菜籽油 油下去 然后给它拌均匀 有情提示这个不能用手 用手 那时候你的手就有点鲜 因为这个鱼小 它如果快水我们也就不加盐 来 这个是我们老家三苔的青花椒 这是二两 打底的 然后加点白酒给它润一下 加点白酒的目的 是给它激发香味 用手给它炒一下 菜籽油下锅 少许一定要油重 加点猪油 混合油更香 来 泡椒 泡芝浆 三苔下锅 火干辣 再来点大蒜 再来一点青花椒 这个是来打底的 提汤味 麻味的 再来把水加下去 有条件的加高汤 来 加盐 海鱼淡肉 盐味吃够 鸡精再来瓢哈 我这个完全觉得很温柔了 外头有些人加的是 你还得起少五百的的 来 采个水的 磨鱼下锅 豆腐下锅 这个是买的老豆腐哈 然后把它烧开 来 鱼儿下锅 这把泡色 这样慢慢的位置 来 鱼好了哈 切把打出来 来 我们要刷到油 两盆 都有点儿悬 来 再来一盆 汤倒进去 把这汤炸得行 来 刚才花椒一本为二哈 用白酒泡过的都是 这边再来一盆 这样嘛 准备刷油了 茶油 我们就用醋油了哈 吸成油温 滚烫的醋油淋上去 来 来点香菜和葱节制 搞定 来 这种果实 摄影师马大一点的哈 马大一点的 马大一点的 现在吃了好像也没聪明啊 看完就要马大一点的气势 吃肉不帅了 再来点猪粉香菜 花椒蒸汽 对了 马大爷 你的鱼哈喽 这个鱼 好水很 好水很 谢谢观看